当下真的就是运用了这个太阳灵验转运法 那真的很神奇的是 我的父亲就在隔天 既然这个身体大好转 然后医生说可以出院了 我是来自台湾台中的永新 那永新从小到大都是个幸运的宝宝 在尚未毕业的时候 就顺利了考上许多女孩梦寐以求的空服院 那因为这成长的路上一路的顺遂 也造成永新的我值变得很大 那更不懂的是感恩别人 那都觉得说别人帮我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那人生就是在永新步入了婚姻之后 这个考验才渐渐的开始 那大家都知道婆媳问题 是女人一生当中的一场大戏 那因为先生君子的工作 所以永新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 那跟公婆相处 那其实那时候公婆也对永新很不错 可是因为每天生活上的摩擦 包括永新的公婆本身对于孩子的成绩 教育部分都是要求甚高 所以造成永新的心理上压力蛮大的 所以当时永新都会去庙里面拜拜求生问谱 真的是样样都来 那真的是因为这样 只是为了求的一个心理上的寄托 可是殊不知 其实因为自己没有改变不懂得感恩 那也让这样的跟婆媳之间的这个结 所以永新真的非常感恩非常幸运的 因为运转了这个太阳灵验转运法 然后让永新因为智慧提升了 而且了解到呢 唯有运用爱与感恩才有办法去解开 跟婆媳之间的这个千年的这个结 而且圆满跟婆婆之间的大戏 真的都是像母女一样的亲密 那有时候啊永新会陪伴婆婆外出的时候啊 真的很多人都以为说永新是我婆婆的女儿 所以真的很开心 真的非常感恩太阳公公哦 那在于就是永新呢 刚刚有提到说就是 因为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那永新呢家里面有四宝哦 那这四宝呢 其实呢真的非常感恩就是 因为就是有运转的这个太阳灵验转运法 那天太阳公公的帮助 然后帮助我的爸妈公婆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 那话说呢有一天啊 永新的父亲啊 因为他这个精神呢 有点就是怪异 那加上他又胡言乱语 那身体状况就是急转直下 那当天呢 我们就直接把他送到急诊室去 那经过医生的这个诊疗之后呢 发现就是父亲的这个血糖过低 然后血压又太高 那这个很神奇的状况 就是只能待在急诊室啊 那大家都知道说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其实在急诊室呢 真的对于 两老我的爸妈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那当然对永新来讲呢 也是就是牵肠挂肚啊 晚上会觉得睡不好 可是呢 当下呢 真的就是运用了这个 太阳灵验转运法 那也让哦 永新呢 哎 这突然间灵感来了 然后呢 就帮我的爸妈呢 购票 买了这个 导师的这个音乐会的票 那真的很神奇的是 哎 我的父亲啊 就在隔天哦 竟然这个身体哦 大好转 然后呢 医生说 哎 可以出院了耶 所以这一切啊 真的非常神奇 而且是 父亲啊 在还没挂急诊之前呢 他真的是 就是胸闷啊 心痛 食欲不振 那在这个运转的这个 他运转运法之后呢 哎 夫妻的平安回到家之后呢 他就开始食欲变好了 而且精神变好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神奇哦 那接下来讲到我的婆婆 大家都知道说哎 高龄80岁的这个老人啊 真的是不经一摔啊 因为如果一摔的话 可能骨头啊 会裂开啊 或是会断掉啊 那那时候呢 永兴的婆婆呢 就在某一天早上呢 要去倒垃圾的时候 然后不小心呢 被垃圾车撞到 那当下就跌到地上 还撞到头 那接到电话的时候呢 当下就运转了 这个太阳运转运法 请求太阳公公的帮助 帮助我婆婆呢 可以平安 然后呢 真的很神奇的是 那一天呢 永兴呢 就带我婆婆去挂急诊 然后就是做了X光 竟然发现啊 一个高龄80岁的老人啊 经过这样一摔啊 她身上啊 她的骨头都是很完整 都没有受伤 对 只有轻微的这个擦伤而已哦 所以呢 这边呢 真的非常感恩太阳灵验转运法哦 那以上就是永兴的分享哦 感恩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